美国对伊朗会对联合国斡旋的农桌游提议做出回应表示怀疑 这项提议是为了缓解国际社会对伊朗核计划的关注 国务院发言人凯利星期二表示 失望的情绪越来越高 伊朗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做出回应 他总体违规的行为没有给美国对伊朗会正式做出回应提供很多信心 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二早些时候表示 如果伊朗不能显示他的核项目是和平与透明的 他就必将面临后果 奥巴马总统星期二在北京对记者说 伊朗对有关将他的低纯度的油送往俄罗斯进一步加工的建议 做出回应的时间所剩不多了 有六个世界大国在和伊朗就核争议进行谈判 中国和美国是其中的两个国家 伊朗外交部长穆塔基说 要是油交换在伊朗境内进行 伊朗就会对这项核计划持肯定的态度